据俄罗斯卫星是9月16日综合报道,日前美国刊文称,中国将在2022年拥有4艘航母,并且4年后还将建成一艘10万多级的大型航母。 有消息透露中国已经开始为这种航母进行设计,按照中国的建造速度与习惯,美国也不是空学来风。 我们期待着4年后的盛况,而且2022年可真是一个好年度,届使中国还将成功建立空间站,成为全球唯一,海勒都国参与到太空科研之中。 在万众期待的同时,不论还是西方国家更快一步,法国重新改造的戴高乐号和航母重新开始海誓。 法国海军于14日驾驶带高乐航母开始海誓之旅,预计将在明年初进行服役。 据悉,带高乐航母建造支出只花了30亿美元,可后期经常发生事故,大修大改的次数堪称世界之罪,累计又花了10亿美元。 当然,这一次大概绝对是脱胎换补了,历时19个月也花费了16亿美元,将到部分线路装备的焕然一新,只是这整体性价比还是令人唏嘘。 可以说,法国就是太好面子,明明技术不过关,却偏要建造核航母。 尽管带高乐号只是一艘4万吨级的核航母,可建造难度依旧很大,不是法国造船业足以承担的。 法国将用鱼河潜艇的反应堆,原封不动,的搬上航母使用。 至于效果可以说,连055大区的动力都不如,法国自己声称带高乐号的最大时速可达30节。 可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,连28节都维持不了一会,更何况30节的速度也只适合航母的标配,因此,就算法国更快一步将和航母进行海试, 我们也不觉得羡慕,毕竟我们的目标更广大。 再说起,这代高乐和航母从本世纪初开始服役,几乎隔两三年就要大修一次。 螺旋桨这种庞然大物更是经常崩坏,最大排水量4万多,能够装在25架左右的舰载机。 唯一可取的地方是,代高乐号上的武器装备都很先进,几乎都是法国自研自造, 不过依旧摆脱不了它华而不实的本质,相信中国日后研制出的核航母,必定强于代高乐号。 毕竟我们不喜欢做面子工程,要么就不造,要早就要最好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统就是了